w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聊一下 做了這麼久的秘密師 然後碰到這麼多客人粉絲 然後呢 我拍了很多影片 跟大家傳遞很多很多觀念 可是呢 這個觀念 不管再怎麼傳遞 長時間以來 大家都還是會想要去探究說 坊間很多的老師會說 哎呀 你是不是雙齊名 你是不是會有那個富貴命 你是不是會有老闆命 你是不是會有什麼命 命運到底是什麼 我們很容易把命運命運這兩個字連在一起看 可是實際上命跟運是不同的東西 這點其實就像我們常常說的 所有的學術你必須要從原理去看待它 我們如果去從所有預測學的原理來看待這個事情 你就可以了解什麼叫做命什麼叫運 什麼是預測呢 所有的預測學它都必須被建立在幾個條件上面 第一個條件是你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天生就是日本人跟你天生就是美國人 或是你天生就長得比較高 你天生長得比較矮 天生呢有絕對音感 老師我以前是學美術的 那我們很多同學都是天生那個色彩的感覺都非常非常好 這就是老天給了你天生的特質 這個叫做命 老天天生給了你什麼東西 那當然這老的東西有可能來自你父母的遺傳 你天生出生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面 這個叫做命 老天給了 所以叫命中注定 你天生注定了 這沒辦法改變 當然你可以透過健身這樣自己變瘦一點 可以透過整容 可以透過學習去做一些改善 可是它會有一個天生的特質存在 這個叫做命 那什麼叫做運呢 運指的就是啊 你天生這樣子的個性的命格的人 那你有沒有走在適合的東西上面 如果你天生是一台法拉利 法拉利聽起來很棒啊 但是如果說你接下來走的路都是爛泥巴路 是沙漠 那即使你是法拉利應該開沒多久也會壞掉了 如果說你是一台那個越野車 是一台卡車 聽起來好像沒有法拉利貴 可是如果你走在好的運圖上面的時候 那其實你反而可以發展出好的效果出來 或發出好的效果出來 命跟運必須做集合 它才能夠去推算出啊 實際的狀況 所以命理學的基本問題是看你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以及你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面 如果說有一個人他有絕對音感 他有很好的天分 可是呢 他卻是生活在非洲的偏鄉部落裡面 每天起來他的父母為了要喝一口水 就必須走到十公里外的那個 的西邊去擠水的時候 在這麼艱苦的環境之下 他有絕對音感有什麼用 他可能會讓自己覺得 那個音樂的感覺不錯 然後讓自己活得比較快樂 如果他今天是在高度發展的國家 那他可能就有機會受到很好的教育 所以你有了天生的特質 可是你沒有足夠的環境 那是沒有辦法的 實際上呢 所有的命理學啊 他的邏輯都是這樣子 你是什麼人 碰到什麼環境 然後你會得到什麼結果 命理的這個所謂的命運呢 我們講的是 你天生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特質的人 以及你會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裡面 那為什麼我們在講說人可以改運 那沒有所謂的改命 當然如果你聽說說什麼 有人可以幫你改生成八字啊這件事情 那個一定是神棍跟騙人的 不要去相信他 但運是可以改的 什麼叫做可以改呢 如果說我知道我適合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面 那我去把我自己放在那個適合我的環境裡面就好了 如果說我是一個很適合跟人接觸的人 那我就應該要去找一個這樣子的工作 而不是把自己關在實驗室裡面 因此呢 所謂的 命理學上所謂的改運這件事情指的其實啊 就是了解你自己 然後呢去找到適合自己的環境 把自己放在適合的環境裡面 讓你發揮出最好的專長 法拉利就不要拿來當越野車用 我們就可以好好的呢放在展示台上面 好好的呢在賽道上面跑 每一個人啊找到自己的定位 這個才是最重要 那命理學的重點其實在這個地方 找到你自己的定位了解你自己 命理學上面我們可以知道說 你一生的路途會碰到什麼事情 那這一生的路途會碰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預先知道我接下來有坑洞 那我就可以預先知道說 我是不是該躲掉那個坑洞 或者是那個坑洞裡面如果有鑽石呢 我是不是可以就躲進去順便剪一下鑽石 這就是命運啊基本的概念 我們常容易把它混在一起談 其實呢它是兩種不同的邏輯 那也是為什麼我們在講抖數的時候 很多人在講抖數盤只會去談本命盤 但本命盤你談就是你固定的特質啊 固定的特質你不可能變成是現象 我天生喜歡林志玲 那跟我會取到林志玲這兩件事啊 所以為什麼抖數盤它需要有本命盤 你天生老天人的特質 以及運線盤 你這輩子會碰到什麼事情 碰到什麼樣的環境 那我們透過這兩個交叉比對 我們才可以知道說實際上 你的人生路途應該要怎麼走 你要該怎麼去應變它 你該要怎麼樣去把自己放在對的位置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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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